第三百二十七集 我问他童谣是怎么知晓这些的 童父说好像是从谢志那儿听来的 我冷笑一声 说他自然要把理由说得圆脱掉 其实不管是谢大师弟弟还是父亲 他们当时的目的都只有一个 那就是除掉我 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他们最强一波攻击之后 突然冒出个清纪大将 将我和白柔带走了 而我虽然恶星力量被抵除了 却侥幸逃过一劫被清纪大将救活了 如果这么说了 我身上已经没了恶星力量 我这次回来不是送死吗 当然不是 因为月狼还在 就是那个总在梦境里出现的月亮 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 它既存在我思想里是为了什么 但我明白我俩是一体的 它的目标也是希望我能越来越强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所以我并不怕他图我什么 只要他能指引我变强就行了 同时再加上鲁办书里的技能 我现在的能力真的不是半年前那个啥都不知道的超群了 我一定会解开我之前没有解开的谜 在童富家 聊了一会儿之后 童瑶就回来了 他是和天福强一起回来的 他看到我的时候特别惊讶 手中的食品袋差点掉地上了 相比他而言 我就显得镇定多了 可以说经过半年前那个事 我是真的啥都看淡了 虽然她是我曾经最爱的人 也是我的第一个女人 可现在我的心里只有复仇 感情上似乎也比较看重白手 但要是说我是不是爱上白手 我却没有勇气这么说 他身后的田福强 看见我也很惊讶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童父和童母 他大概没法理解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 虽然此时对童瑶的感觉 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强烈了 但是对田福强的敌意还是挺深的 之后 童瑶就显得特别不镇定 不管是说话还是在雾里走动 都能看得出他特别慌张 同时能看出他脸上的一丝喜色 大概是因为我还活着 我自作多情地想 当他看见我的左手时 脸突然就变了色了 问我胳膊咋了 我苦笑了一下 说没了呗 他咬着嘴唇 挤出一丝很不自然的笑 明显眼珠子里有泪在打转 我有种感觉童瑶还喜欢我 你们俩结婚了吗 我看了看童瑶 又看了看田福强 问童瑶摇摇头说还没有 然后田福强赶紧凑上来说了句 订婚了已经 还有半个月就结婚 我淡淡应了一声 虽然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可心里难免还是有点难过 那我们就不麻烦你们了 我们先走了 我说着就起身了 童瑶也没有挽留 和他父母一起将我们送出门 而后就回去了 之后的路上 我的心里可能是因为童瑶订婚的缘由 有点难受 白柔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心理想法 就一直地逗我笑 但他越是这样 我就越难受 后来他也不知道咋办了 就不再说话 我们三个就一直这样 默默坐马车 到了红马 明知cio 是非诚成功的旅程 请不吝点赞托 不吝点赞托